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是我們上一次在做ANOVA的時候舉的例子 有三個試料 那此次呢 今天為了講解呢 我們把這三個試料更明確地講 這三個試料到底是怎樣的試料 那是第一個叫做常用試料 那是原本在用的試料 第二個叫做代用試料一 第三個叫代用試料二 也就是新研發出來的兩個不同的試料 那這次上次的數據 算出來了抵押 那Grand Turtle呢 那是90 ANOVA Table呢 那是一個疑痛 現在是聽我講的 好 而NOVA Table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這樣子做 SS Treatment SS Arrow SS Total 然後這兩個加起來等於它 對不對 TvL Freedom 它有三個試料 可以等於三 所以呢 TvL Freedom 是多少 2 然後 ARL的TvL Freedom 是12 MS 得出來 F-test F-test 那這個F-test 應該是顯著 對不對 顯著 顯著的時候 我們就說 好 我們的H0呢 本來是 μ1 H0 H0 等於 Nu2 等於 Nu3 結果呢 我們就 拒絕了 H0 接受了 說 這裡面至少有一種 飼料 那 平均值 跟其他飼料 是不一樣的 那麼 到底是怎麼樣子不一樣呢 假如我們繼續要來用 我說過 Conscience來做的時候 怎麼樣來做呢 首先呢 這邊呢 VL Freedom 是等於2的的時候呢 我們假如要分成為 一個 我說過 Conscience主的的時候 就是分成兩組 分成兩組的時候 VL Freedom 各是1的 所以兩個 VL Freedom 加起來就等於2 那怎麼樣子的兩個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想 那我們想要taste什麼東西呢 假設 我們想要taste的是 GEI 我們想要taste什麼 我們想要知道說 原來的飼料 跟新開發出來的飼料 有沒有不同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樣 2 1 你要有沒有問題 這個一寫出來 就是在taste誰 就是要taste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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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 兩個 mu1-mu2-mu3 等於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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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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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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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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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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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分開來寫 分開來寫的時候 只有中間一個要算出來什麼 我的這個 所以我的飼料以下 還可以變成這樣 常用飼料 跟待用飼料 間有沒有差異 待用1 跟待用2 間有沒有差異 好不好 飼料有差異的話 我們繼續來測試 常用飼料跟待用飼料 幾乎之間有沒有差異 還有呢 待用飼料1跟待用飼料2 只有一個差異 那我們要把這個70 分成為兩個 這兩個 那怎麼樣來分成 SMPSS2 就是Q平方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們的Q平方 就是我們的SS 的時候 是怎麼做的呢 分子是多少 分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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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量 2 1 1 4 4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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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加上負一乘上二次 然後這整個的去把它乘起來 沒有問題吧 下面呢 2的平方加上負一的平方加負一的平方 這幾面的乘美女西亞平方 乘上N是多少 每一組的重數是N是五個 乘上五 得出來的這個數字是多少 叫做是7.5 可以嗎 第二個呢 或者是我們叫做SS2 我們也是一樣 什麼意思 CiTi的零方乘上 什麼意思 CiTi的零方乘上N 只是我們的Ci不一樣的 第二組的Ci在這裡 這邊 CiTi是多少呢 0乘上 它的Ci是25 加上多少 1乘上45 加上負一乘上20 讓它平方起來 分子有沒有問題 好 分母呢 寸美選Ci平方是多少 0的平方 加多少 負一 加上1的平方 加上負一的平方 然後乘上 得出來這個數字叫做62.5 注意到了嗎? 7.5加62.5是多少? 等於70 所以這裡呢 要說多少呢? 把70已經分成了 一個叫做 7.5 一個叫做62.5 把70已經分成這兩份 知道嗎? 好 那 他的DQRVD 所以他的F-Test 他做這邊的F-Test 他一個的F-Test 他一個的F-Test 就是7.5 就是2.5 因為DQRVD 所以他的F-Test 就是7.5 就是2.5 他的F-Test 就是7.5除上6.5 這個是62.5除上6.5 他的F-Test 得到這個數字 這個叫做1.15 這個叫做9.62 他去查表查多少的? F-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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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它的F-Test 是多少? 分子的F-Test 是1 分母的F-Test MSE的F-Test 12 所以 查表查 E12 那個數字 那個數字的話 是4.7472 分母的F-Test 所以,第一個的這個,怎麼樣?不顯著,對不對? 第一個這個是,F是怎麼樣?不顯著 第二個呢,也是查比,不要吹的是一、十二的 它比它大,所以呢,它是顯著的,你了解嗎? 所以,它不顯著,表示說什麼? 表示說,在這裡,你要怎麼樣?拒絕,是要接受H0的 第一個是不顯著,所以要接受H0 第二個顯著的話,就表示說,它拒絕H0,要接受H0 是這個的,那七個步驟都一樣 只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是,這個出來了 SS怎麼算,然後SS怎麼算 那它的H0,HA,分別是這樣的 可以嗎?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就這樣子把它算出來,就好了 所以呢,這就是一個Orthogon Contract的方式 你繼續比較下來 那,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繼續要講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新的東西,好夾在它面 它吸哀幫你裂出來了,所以你一點都不要煩惱 只要照著它的吸哀去裂就好了 它已經給你吸哀了,這要做什麼呢? 這個,你們手頭上都有拿到那個表嗎? 今天有發一個表,有沒有拿到了? 接下來要講那個表 這個表是什麼?也是一個Orthogon Contract 但是這個Orthogon Contract 是在做什麼用呢? 這個好了齁,我要擦掉了 還沒問題 還有問題 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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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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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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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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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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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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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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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做這個Test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它的Treatment Level是Quantitative 而且是等間距的,然後才來做 那這個做是在做什麼東西呢? 做什麼東西? 它是Treatment Level是等間距的的時候 又是數值的,才來做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假若我們把我們的Treatment Level畫在這裡 譬如說我們是溫度,有10度有25度 15,20,25,30度 假設是這樣 橫軸永遠放你的Treatment Level 中軸放你的反應 反應的Variable 什麼叫反應的Variable? 就是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這個Treatment Level放在橫軸 這個呢,裡面的這個數值 叫做是我們的反應的Variable 放在中軸 假設呢,我們10度C做出來的這個反應呢 是這樣子,把它點上去 15度C把它點上去 20度C把它點上去 25度C,這樣子 然後呢,30度C 35度C,假設是這樣 或者是掉下來,掉下來 這樣,假設我們把原始的數據 點到方格子上 我們可以有這樣子的點上去 OK? 那,Polynomial這個Test在做什麼? 我的這個,隨著Treatment Level 從左到右是越來越高的 越小到越大的值 它是Compitative 所以有所謂的大小的Treatment Level 從小到大 那它的反應呢 有沒有直線的關係 或是Jetic的關係 有沒有Tubing的關係 還有Tubing的關係 還有Guarding等等 的這些關係 什麼意思呢? 我這個反應呢 有沒有隨著我的Treatment Level 從小到大 越來越怎麼樣 直線的上升 或是直線下降的意思 假如有顯著的這種 直線上升或直線下降的關係的話 那我這裡應該就會Taste 一年 那Quadranti是什麼意思? 二次次 二次次在生物上面 常常會有這樣的表現 二次次是什麼? 有沒有這樣子的關係 或者是這樣子的關係 也叫二次次的關係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現在了解 為什麼它這個一定是叫樹直的才可以 不能是Politex也不一定是量的關係 才可以做這些的Taste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是要看它有沒有直線的關係 有沒有二次次的關係 有沒有三次次 三次次通常看起來類似這樣 這樣叫三次次的關係 然後四次次呢 會先不知道該怎麼畫出來 所以通常喔 通常人家最有興趣的就是做 Linear Quadratic 頂多到Qubit的時候就很少 但是它怎麼樣? 它也是一樣的 譬如說我這邊有一個Taste 我這邊的Taste Degree of Freedom 我這邊的Degree of Freedom 這個是Assess Treatment 對不對? 我的Degree of Freedom 是天見E的的話 OK? 然後我又看到它是Treatment Level 是Promptitative 就是等限局的話 那我假如繼續要做這種Polinoomial 的Taste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分成是怎麼樣? 同樣子 D Omar's 6 那 фильма是製造空 梁蔑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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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蔑成衣 這樣把它分下來,這樣了解嗎? 可以這樣來做 那這一個Linear,它的Ci,怎麼樣? 或者是Quadratic的Ci,怎麼樣? 它給你的Ci的Quadratic 它已經給你的,等下我們的表上 就已經給我們的 所以它的公式也是跟我們剛剛是一樣的 分子是Summation,Ci,Ti,公號的平方分母也是一樣的 這是Ci給了,一帶進去 這支Ci就代表是在分析 它的有沒有這種Linear的趨勢 所以有沒有Linear的趨勢 有沒有二次次這樣的趨勢 那所以呢,我們通常 假如我這邊來的時候 應該可以每一個都是Devue of Freedom 等一的,那假如你沒有興趣 把每一個都做出來 我剛剛講的,其實大部分人 對Tubing以上 三次次以上就沒什麼興趣 因為三次次以上 到底是什麼樣的曲線關係 寫就很清楚 搞不太清楚 所以大部分人 最喜歡做的就是Linear 有沒有直線關係 然後接下來還會做的是二次次的關係 是不是顯著 之後呢,三次次的關係 想要你沒有興趣 你可以把它叫做是Others 然後它的Sumersquare 就是全部的加起來 所以也是Others的Sumersquare是多少 就是這個,點掉這兩個 以後剩下來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跟我們前面一樣 跟我們前面怎麼樣 即是一樣 SS Total 分成有一部分叫SS Treatment 一起分成SS L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這個Congress 不是剛剛我們自己給它的CI 而是怎麼樣 我們分出來 SS Treatment 再分出來 有叫做SS Linear 有一塊叫做SS 什麼 我覺得二次式的 還有什麼三次式的 還有四次式的 五次式的等等 那假若呢 你沒有興趣的話 你就把這些都叫做Others 去算這兩顆就好了 然後看看它是不是直線 這個意思 這樣了解嗎 看它是不是有直線的關係 或有二次式的關係 這樣子 那我們講的這個以後呢 下學期的時候 我們會講直線回歸 那我就會告訴大家說 所以在做ANOVA的時候 我們的F-Test 跟在做回歸直線的時候 Test有什麼樣的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那這裡又可以做一個 這個Linear的Track的趨勢 那這個Linear的Track的趨勢 那這個Linear的Track的趨勢 到底跟我直接把那個數據 拿來做直線回歸 有什麼樣的不同或相同的地方呢 我們會做這樣的比較 所以有一個數據來的時候 到底是用ANOVA去分析 還是呢 用Regression 用回歸直線去分析呢 那你分析這兩個有什麼樣的差異 代表的意思 因應有什麼樣的不同或相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去講那個 所以我現在 我們現在先教你這個 這個 這個怎麼樣把它算出來 好 所以我說算出來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CI帶進來就好了 然後一樣再進來這個什麼 那個 它的SSD面就是這樣子 就是 CI已經知道的話 就是TITI的地方 然後下面呢 是NXMH TI的地方 OK 一樣的 然後後面的FPS 一樣的 那個SSD面是E 然後除以它的MSE出來 就知道 那喔 錶是顯著的話 就能夠有顯著的直接關係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CI 怎麼做 請大家看一下 那個錶拿出來 剛剛畫的那個錶 看一下 那個錶的 第一行寫的什麼東西 是寫著K 對 K的意思就是什麼 我們的Treatment Level有幾個 好 所以 K 假如等於3的話 我們的體育要Freedom是多少 3-1就是2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這個可以分的的話 最多可以分成幾個 兩個而已 所以你看到 它接下來的Polynomial就只有兩個 一個叫Linear 一個叫Pojeti 對不對 那你假如往下看 K等於4的時候 它頂多可以分幾個CI 三個的 對不對 K等於5的話 你分幾個 有四個 不同的Train 對不對 K等於6怎麼樣子 你理論上是可以分五個 對不對 但是它後面已經太複雜 它已經無藥給你的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假如看K等於3的時候呢 所以這個Polynomial就有什麼 有Linear跟Pojeti兩個 對不對 兩個的Rain 右邊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右邊它有一個X有沒有 有什麼 1、2、3、4等等 這個就是我們的Treatment Label 我們剛剛講Treatment Label 對不對 然後呢 由小排到大的意思 Treatment Label它一定是Pojetiative 對不對 Pojetiative就有小、大之別 那從小排到大 最左邊的是小的、中的、大的 這樣子才過來的意思 那剛剛K等於3 所以這邊應該有三個Label才對 三個Label下面的係數就在這裡 所以這邊的係數是多少 所以這邊的係數是-1、0、1 這就是CEI Dinear的CEI 假如我K等於3的時候 這三個CEI給的就是這樣 那Pojetiative的話 CEI就是什麼 1、2、0、1、2、0 1、2、0 OK 就這樣 那假如是我K等於4的時候 它有Dinear Pojetiative 還有Cubic 對不對 那這裡呢 Label當然就有四個了 CEI 所以它的是怎麼樣 不好意思 看不到 還是要眼睛 所以它就是變成怎麼樣 3、4、1、1、3 這邊為什麼四個 因為Treatment Label有4啊 所以K等4 VLB等3 所以它會有3 除了CEI出來 聽得懂嗎 可以嗎 這樣怎麼樣去找 它的CEI 那CEI把它帶進去 然後轉就出來了 所以很簡單吧 CEI就在這裡啊 這個就是CEI Dinear的C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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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帶進去哪裡 這個 剛剛一樣 CIP加0 這個 換出來 我們最後很快的 讓大家有一個例子 來看看好了 假設呢 假設呢 假設我們想要有一個例子 是小妙 如果我們有一個實驗,想要知道不同年齡的小牛,他的食量會有差別,然後他就去找了年齡的三個月。 第六個月,九個月,十二個月,每一個年齡有十隻小牛,然後就把他的食量登記下來。 第六個月,十二個月,八個月,十二個月,十二個月,九個月,十二個月,十二個月。 假设是这样,所以你这一组数据,ANOVA你就可以去做了,对不对? 所以,出来应该像什么样子? 第一个是什么? 食量的内,我的treatment,他们给你食量是response的内 给你,可以算一个assess treatment 你不要freedom是多少? 三个,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有多少呢? 这个是ss arrow,ss total 这个自己可以算吧,对不对? 这个 arrow有多少? 9-10-19,9-4-36,对不对? 总共有39 你就可以算一个ms treatment,ms 然后做了一个f test 假设做出来的f test 是显著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继续再分析下去,对不对? 分析下去,那其中的一个,就是polynomial test的话 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你可以去想做,啊!他这个 我看到他的这个treatment label是怎么样? 我想要知道说,这些小牛呢,假如我把它点出来呢,横轴是什么? treatment,点凝,有什么? 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十二个月大的小牛 这个是什么? response 它的食量,把它点出来,让每一个月份呢,每一个年龄都有十个数据,对不对? 把它点出来了以后呢,假设是这样,有十个数据把它点出来, 那我接下来想要做它有没有这种polynomial和这种关系呢? 我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那我这边dequial freedom可以三,所以我这边顶多可以做三个一个一面 有一个projecting,有一个cubing,对不对? 那每一个呢,我都可以算一个sum of square dequial freedom呢,也各个都是一 这样知道吗? 然后算出来的这个ms呢? 怎么样? 就分别去做它的ftase 了解吗?可以吗? 那我怎么样是做它的? 例如说,Linear呢? Linear的ci怎么算呢? 这个ci,Linear的ci 这个ci,Linear的ci,Linear的ci 你只要去查表就好了 ci,你去查表是多少? 你去查表是多少? Linear的时候的查表是多少? 是什么? 库三,库一,一,三 它给你的,对不对? 看看那个表上面是这样子 黄泉群呢? 是多少? 一,库一,库一,库一,一 库柄呢? 是多少? 库一,库一,库一,库一 库一,库一,库一 它已经把这个ci给你的 所以呢,我们只要把ci 带进去就可以 例如说,我的SS Genia 是多少呢? 等于什么? 什么群CiTi的几方? 什么? 什么? 什么群CiTi的几方? 所以我得到的是多少? 我得到的是多少? 我用这一个的ci来做 多少? 帖三乘上六十一 加上多少? 帖一乘上多少? 一,一,五 加上一乘上一,九,八 然后再加上三乘上多少? 一,六,三 然后整个的把它平方起来 分母呢? N是多少? 每一组有十个 然后乘以SumationCi平方 第一个ci的几方是多少? 负三的平方是九 加负一的平方是一 加一的平方是一 加三的平方是九 然后就得到这样子的SS 所以第一个SS 出来了以后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呢,把这些ci 带进去的话 三个做出来的SS 加起来应该等于这个SS 所以出来的这个SS MS 假设这个F test 假设它是显著的话 又是怎么样? 它们之间有怎么样? 很显著的直线关系 什么叫显著的直线关系? 随着年龄越大的话 它会使量直线的增加 它还不会直线减少 还没那么早 直线增加吗? 它要问的是什么? 或者是呢 随着年龄的变化呢 它有这样子的变化 二次式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是几次二次式 大家最想要的test 是这样的意思 很多生物是有这样子的关系 之类 对二次式的关系 所谓的ultimate素质等 所以它就在test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CI的话 就可以直接查免读就好了 那它的做法的话 就类似这样做 很简单的意思 其他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是总特 在多做自己的体调 好的